男人在一只小猴子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山洞 山洞中有一具大白人的尸体 尸体上竟然有缝不过的痕迹 男人好奇地撕开伤口 发现里面果然暗藏玄机 原来是这玩家害死了他 男人将白人体内的东西取出 拿到不远处的潭水清洗 随后打开外层的油布 见到了几本叠在一起的经书 名字赫然叫做九阳真经 男人就是被困无名鼓中的张无忌 张无忌打开九阳真经查看 脑海中回想起宋远桥 和张三丰的对话 张三丰说过要根治玄冥神掌的寒毒 就必须得到传说中的九阳神功 以杨之音方才有效 张无忌体内的寒毒发作的越发频繁 索性死马当作活马医 开始修炼起了九阳神功 他从小就跟着一副谢训学武 精通人体的各处学道 父母也算是武林中的高手 传授过他不少武当和天鹰教的武功 并且张无忌在蝴蝶谷树月 跟着神医胡青牛学习医术 医学和武学有所相通 种种机缘汇聚一身 再加上张无忌完全没有刻意求成 反而顺其自然符合修炼高深内功的路子 于是他的静静非常之快 张无忌练完四本九阳真经 只差一步便可大成 可惜未经淋湿指点 只能自己暗中摸索 体内积蓄的九阳真气越来越多 导致九阳神功时临时不灵 无法将其运用自如 张无忌在小猴子的带领下 通过一条漫长的隧道 竟然离开了无名山谷 来到了一处果园 自此张无忌乾隆脱困 离开前 张无忌将九阳真经埋了起来 希望后世有缘人到此 也能像他一般得到九阳真经 张无忌把准备好的木牌插上 上面赫然写着张无忌埋金处 想要九阳真经的大佬们赶快 说不定你就是那个有缘人 言归正传 张无忌踏上了回归武当之路 谁知他在出发后不久 遇见了三条恶狗咬人 张无忌救人心切 并且九阳神功打死一条 却被另外两条恶狗咬伤 两个时辰后 张无忌迷迷糊糊中 发现有人在翻看自己的包裹 紧接着又昏迷了过去 等到张无忌再次醒来 见到了红梅山庄的管家乔福 乔福告诉张无忌 他是被红梅山庄的小姐朱九珍所救 滴水之恩刚涌泉相报 张无忌立即提出要见朱九珍 向他叩谢救命之恩 在乔福的引路下 张无忌见到了咬伤他的恶犬 不许叫 红梅山庄的小姐朱九珍出现 只是一眼就让张无忌沦陷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朱九珍率先出演与张无忌交谈 询问起张无忌的姓名 我姓朱叫九珍 你呢 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没用 手交嘴巴都不听时候了 小兄弟 你要是不想回答 那我也不勉强你了 哦 我叫张无忌 得知张无忌的名字后 朱九珍又打听起他的出身来历 是否来自大门大派 张无忌本想到出真实来历 却又想起英素素的遗言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于是谎称自己是个四处流浪的孤儿 真是好可怜 来 到屋里去 张无忌只觉得心脏砰砰直跳 快要跳到了嗓子眼 内心之中说不出的甜蜜 朱九珍吩咐起了乔福 让乔福带张无忌去洗漱 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真儿 爹 你干嘛老是让我讨好张无忌啊 我一看到他就恶心 爹自有用意 爹 听爹的 不准违背